大家好,我是Den 以森给捐款50亿,公司狠狠被打脸 12月16号,以森给的搜索公司发文表示 在以森给提出专属合约期间的因缘结算等要求后 有传递相关资料等想要圆满协议 但是以森给要求的金额跟实际要结算的金额相差太大 导致无法达成协议 尽管这样,公司还是包括利息 今天将54亿全额支付了 但是单方面受到50亿的以森给 不久后也在IG发文表示 公司好像以为我单纯只是因为想要拿到钱而打官司 我提告不是为了钱,而是不能把一个人留着血汗的价值 因为某些人的欲望而被不恰当使用 我不知道公司是使用什么计算方式结算 但是无法理解公司的计算方式 我会持续与公司进行诉讼的 从今天汇款来的50亿开始 除了打官司费用之外的所有收入 汇全额捐款的50亿 能捐款这么巨大金额的部分 已经就很值得称赞了 但是在与出道雨来就跟家人一样的公司发生纠纷 目前正在经历着非常痛苦时间的这个时候 能下这种决定 真的是值得称赞与姻缘的 啊,Sungie啊,真的是一个很帅的人 这是你时代二时代三时代流血汗努力的代价 虽然知道你不是轻一下的决定 但是希望你能拿到你的份 出专辑吧,我一定会买 不应该都捐款出去的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但是这是你应当要得到的 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真心觉得以Sungie很聪明 公司应该是觉得以Sungie会在这里说 金额不对什么的 虽然真的是这样 然后公司就会带风向 把以Sungie做成爱情爱疯了的形象 没想到一收到钱就全额捐款出去 狠狠打脸公司 以Sungie真的太厉害了 Cara音乐节目一位 最近回归的二代女团Cara 在12月16号播出的KBS Music Bank 以主打歌为内幕布拿下了一位 这是G2015年6月QP的之后 时隔7年6个月 也是在经历了很多事情后拿下的一位 所以令粉丝们网友们都非常感动 姐姐们真的恭喜你们 大发歌也实在是太好听了 谢谢你们的回归 谢谢你们的一位 都很谢谢 在昨天播放的KBS卡丘特出节 目前为止是今年年末舞台中 最多歌手出演的节目 而今年的主题是Y2K 复古风格 各团都准备了90年代 00年代的神区舞台 而让观众们都非常快乐 虽然每一组舞台都非常棒 但是昨天有一个舞台 几乎横扫了韩国所有饭圈 所以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台就是 一集余娜的 余国歌 所有天文都在点击中 真的太漂亮了 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太火了太火 声音也是跟余国歌很相配 真的是撕掉舞台了 余娜呀 我以为红发余娜是最漂亮的 竟然被余国歌打败了 所以大家比较喜欢 哪一个余娜呢 一看就知道是受到姐姐影响的奶奶等 在旁探大哥进入当天 旁探成员们都来到现场了 而仔细看当天一起拍的照片的话 就能知道哪位成员有姐姐 哪位成员有妹妹 又有哪些成员有兄弟 而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啊 可可可可可 能看到都有什么兄弟姐妹也太好笑了 睫毛高笑死我了 十八可可 V的妹妹当时还很小 所以只做了妆可爱的样子 现在做的话应该会不一样吧 但是大家知道吗 我没有姐妹 但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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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